最近正在热映的奥斯卡获奖大片《水行物语》 成为观众朋友们茶余饭后的热议话题 看过《水行物语》的观众朋友们想必都很好奇 那位身受大家喜爱的怪物是如何制作的 主演饰演了31年怪物的道格琼斯 三小时的特效化妆 18小时的表演诠释了怪物的可爱 尤其是那性感的屁股 《水行物语》的怪物是从黑湖腰潭中怪物和女孩游泳的吸粉 还有怪物对女孩的痴迷吸取的灵感 愚人的制服用泡沫乳胶做的 演员每天穿着这样的衣服做各种高难度的动作 长时间的拍摄使得愚人的制服出现各种缝缝不舞 也就成为了现场靓丽的风景线 演员道格琼斯对愚人的把握是来自陀罗导演的建议 像斗牛是一样 如果你看过斗牛比赛 就知道斗牛是多么的自信和优雅 他们如何用跨步带动动作 性感优雅矫健无畏 就用这样的方式 他把握出了呈现在你们面前的愚人